迪英,孙鹏舅子不难!他,强调!有机会脱罪! 就孙安佐不难!他建议,靠,恋母情结,或法官同情。 图翻设字迪英脸书,20101803.30 一人迪英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,日前在美国涉入校园安全问题遭待,夫妻俩也在第一时间赴美就此,并高价委托凯勒,Robert Keller,及科提克,Michael Kutig,2.大王牌律师。 消息曝光后,一名曾经在美国打过官司的网友建议,若主打恋母情结并妥善一定攻防策略,即死破法官和陪审团的同情,孙安佐是有相当大的几率能够脱罪。 迪英,左,与孙鹏为儿子聘请王牌律师。 图翻设字迪英脸书,201080403. 原,PO在PTT已发文分析,凯勒曾担任过检察官加上本身就是宾州人,拥有一定的人脉,可以靠关系打探检方掌握的证据,即以调整策略。 而柯提克是出庭型的辩护律师,应能够发挥能言善道的能力,替此案强势辩护。 他也提到,美国官司重视事实,由于目前法官心中尚无印象分,检方必须提出证据证明他有开枪,针对这点,辩方只要证明他没有那个动机就可以了。 另外,他认为,说孙安佐精神浩弱,乖小孩等都不够有力,建议辩方律师主打恋母情节这点,由于孙安佐治是个青少年,又对母亲有极大依赖,面临独自被送到美国读书,自然会希望得到父母的关注。 这是很基本的人性面,不管是法官或陪审团都会相信这件事。 只要律师能够证明孙安佐当时根本不想离开台湾,并调阅和妈妈在通讯软体上的联络细节,强调他就是个妈宝,掌握以上重点来煽动法官,陪审团的同情,脱罪应该不难。 圆 D.O.也提到,因现在还没开庭,无法掌握风向,虽然不知道辩方律师会不会想到亲情,妈宝这部分,但只要打对点,是有机会可以侵判的,毕竟要证明枪击校园的计划,比要证明我是一个妈宝,难度实在差太多了。 D.O.而对于迪英能在情节之下挑选道。 D.O.大律师人才,他则说真的只能说有钱好办事。 D.O.网友表示,若律师强调恋母情节,妈宝等重点,孙安佐、佐,有机会能够脱罪。 D.O.图翻射迪英雍脸书,2018404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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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.O.图翻射迪英雍脸乌书,20404。